所有在股市奋斗的朋友们 你们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场其实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给我吧 我就是你的贵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人Ruby 台股周二 碰到短线的卖压 不过开低之后 也有买盘进场低接 那么全新的六月份 一定要跟上行情的脚步 接下来有越来越多的新股票 即将出列了 那么要好好把握 这个切入的买点 后续的盘事解析 赶快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一生的贵人 摸入头顾 蔡英斯坦 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Ruby好 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好 大家现在心里 就是要有一个想要赢的决心 那么老师这一次 在端午黄金钻石中里面的计划 领先带大家锁定的几个族群 包含像是车用 IC设计 低轨卫星 跟解封概念股市 创新高的创新高 那么持续上攻的持续上攻 那接下来在这几个族群当中 接下来要怎么来观察呢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就是说因为这些题材 其实长线来看都是大家没有疑虑的 但大家有疑虑的地方是在于所谓的价差 我举例来讲 你看假设你一年前买鸿海 坦白说到现在是赚钱的 但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痛不痛苦 撑了一年 对 很痛苦 但如果说你不是一年前买的 你是上个礼拜买的 你现在一定很开心 对不对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电动车这个东西 全世界没有疑虑 你会有疑虑的地方在于什么 买卖点 买卖点 台积电这家公司 地球上没有人有疑虑 包括天界地界都没有疑虑 上帝也说他好 好公司 台积电会带给你痛苦的唯一原因 是因为什么 你的买点不好 对 我这样讲没错吧 不是这家公司带给你痛苦吗 是你的买点不好吗 对吧 你在不该买的时候去买它 而不是说你买出了公司 对吧 对 他每一年都有一个好的买点 那我们就要回到实战理论的基础上 什么时候是起涨点 一定是日出啊 是 日出一定三个级别嘛 日线 周线 跟月线 对 分别代表短中长 三个逻辑 假设我们今天要看一个东西 叫做端午到中秋 那就中线哦 是 你一定要看周K线啊 你过去这段时间你来 这么多什么名嘴名人 那些所谓的地位很高的 在社会上想要有光环的那些 那些财经大咖 对不对 在那个基本面或产业面上跟你写作文 一写就30页 然后告诉你跌破多少随便买 都跟你讲产业 没有人顾虑到你 你的手上只有一百万 你只有两百万 你买了以后呢 钱卡住了 所以你现在没办法抄底 因为你没钱了 是 所以我第一件事告诉各位 就是说 认清你自己是谁 投心在做他的事情 那是他的工作 法人在做他的事情 那是他的工作 都没有错 问题是 他在面对他的工作 你在面对的是你的存款 就那么300万 是 你可以像他那样玩吗 你不能像他那样玩 你要抓的是这个礼拜谁会掌听 谁掌听没错 可是台湾的主流市场当中 没人在讲这件事 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们很low 没有人教你 对 觉得我们这个东西 对不对 怎么 但事实上 我们跟各位站在一起 你三个礼拜看下来 这个底部有没有我们抄到 有啊 而且我们抄的是 名门正派先从高价股来 再从低价股去 绕着那个汽车为中心 现在告诉你说 六月最急的是谁 投信家法人集团 作战 他比你更急 我跟你讲 你顶多没做到而已嘛 投信他六月再没有继续 我跟你讲下半年工作要不保了啦 是 那么多基金操盘人 你觉得大家不会在这边赎回吗 以前我跟你讲 罗比威 以前台湾基金很多 很多 但后来因为清算了清算 解散了解散嘛 对不对 那些基金操盘 后来都散落在民间了 你知道吗 以前是出来都是大金控的那个 什么基金操盘人 手上握着什么八亿十亿 有没有 对 跟什么一样 你知道后来很多都流落到民间了 然后民间这些人在干嘛你知道吗 在私收代操的也有 然后出来自己当单干户的也有 什么都有 然后你就法学会的时候就看到大家这块名片 最近在干嘛 我在哪里 哪边有机会 然后你知道下面在那边大拜拜 这种现场 我跟你讲啦 业界的东西我看太多了 但是你在台面上的时候你都是光芒四色 我讲真的 但是回归到我们投资人身上 就是说当我看尽这一切 我最终说一句实在话 我不想违背我的良心 你说我最想要什么 我最想要我买的股票明天涨停 对涨停板 就这样一句话而已 其他的都是包装啦 真的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 至少我诚实啦 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当你心里想要这个东西 你往这个方向努力 你的机会会增加吗 对 第一个我讲一个逻辑很简单 我的影片当中教一个什么东西 你站上季线是起步的关键的 因为你大盘上面就是季线 那有人说老师季线是反压反弹 不过季线怎么办 那你就调个股里面有超过的 对啊 那不就结了吗 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是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站上季线的股票 比方说像今天早上的那个台亚 就是以前光雷嘛 对 是不是刚刚好开在季线那边 是 那我们上次不是做低价股的这个 提位息吗 那这个资金就先抽出来转到台亚 哇 转的刚刚好 一个小时之后 有没有涨停摆 有 你去看一下 现在站上季线的股票多不多 蛮多的吧 是 站上季线的股票代表说 你这里第一个比大盘强 第二个 初中要带戏 做事情要沾前顾后 是 不是你站上就行 来我们继续讲 因为你季线在下弯的过程当中 你就算站上了 还是会被扯下来对吧 对 所以你要找什么呢 双底的季线 双底的打出双底 因为你下方双底超过60根以上 你站上季线它会上扬 季线会上扬 是 当你撑在上阳的季线上方 你过完灯午回来 这条季线在你的脚下会变成支撑 因为它会翘起来 是 所以你会看到 红海家族那几只吗 为什么台阳 为什么以胜那几只会攻 对不对 今天刘安威讲了几个重点 除了那个电动车之外 我觉得他 他中间有一段回答股东的问题 讲的实在是很有意思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因为红海以前是代工厂 对不对 所以他们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基本上对于未来的看法比较低调 你知道他这个讲的什么意思 Ruby比方说我帮你代工 对不对 我很看好或我很看坏 代表就是你的状况 那我凭什么替你发言 对吧 比方说我是供应商 我供应你一个上游的原料 我说我看好 那我怎么能代表你讲话呢 对啊 对不对 我不用我帮苹果代工 我看好第三季 苹果都没说这句话 你怎么讲 所以红海他平常就是 做好他的代工厂 他不好意思讲这种东西 他不会去讲 他理想为他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们本身以前不是做品牌 那言下之意就是说 你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事情 如果在我听来就是有一点 我以后要 也要出来讲一下 对不对 不然我现在干嘛提这个事 因为以后我们就有汽车了 对不对 然后他不是讲说 我们这个红海 还有滴轨卫星嘛 那滴轨卫星的话 当然你一扯一定是 马斯克他们的嘛 对吧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集团内部啦 当然 现在他应该还是有 台阳的 但影子比较淡薄的啦 就是不像以前这么这么这么名 这么名 旗帜这么鲜明啊 但是很多人还是喜欢把台阳跟红海奖在一起啊 那我可能也不 没关系 这也不是重点啊 反正大家就是认为低轨卫星涨了台阳嘛 但其实你看像以胜 对不对 他也有电动车 也有这个低轨卫星的概念在里面嘛 对不对 是 那这个其实在当天其实就有一个转强的态势 那我认为呢 股票在底部的时候 他都是属于还涨 你很少看到有人底部连拉10根涨停嘛 对不对 底部的话都还涨 还涨什么意思呢 涨了一下 偶尔涨停 然后隔天拉回 再平盘一下 震荡一下 然后偶尔再涨停 再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你就混一下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打了一个底部出来 你就开始怎样 越涨越快 速度越来 所以你看股票在主升段的时候是最快的 对加速性 你会看到三根涨停 比方说你 我举例来讲 你看像这个东哥游挺好了 是 东哥游挺在影片张中也有看我们讲嘛 对吧 他是解封概念股当中的龙头嘛 是 那因为这次投信也有去咬他啦 所以说投信在这边 这一档做的也蛮成功的 你看投信他们这次成功了 有几档啦 元泰啦 嘉哲啦 然后这个 比方说东哥游挺啦 对 但你看哦 东哥游挺他平常不会连三根嘛 他是涨到最后的时候末段喷出的时候连三根嘛 所以你股票开始的时候涨的一定慢 对不对 但是你就是要享受那个慢 慢表示什么呢 表示你还在低档 对你还要买点 你还不是喷的时候 那代表说你后面还有高点 你是不是要享受他还会继续再涨大 对吧 那你看很多股票现在在低档的时候 他既然慢 是不是表示说可以给你有时间上车 假设一档股票连续拉三根 我想东哥好了 你第一根只要不敢买 第二根你昨天敢买嘛 你昨天不买今天就开涨 对啊 他就逼着你这样子嘛 对不对 那假设说有一天你受不了的跳进去 他万一被分盘交易什么又开低 你又卡住了 对不对 你就跟耿鼎一样嘛 对 你又被卡两根啦 对不对 对那你耿鼎可能震荡几天以后 他也许有一天他创新高或怎么样 但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嘛 重点就不是在这个股票本身的对错 是因为你的买点不对 买点如果买在他低档区刚刚要上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对 所以我现在要告诉各位 这些股票 包括我说的啊 上两个礼拜前跟我讲的 电源关来EC那几支嘛 你看系列 KY是不是站上级线 是 联发科自己就站上级线 立志是不是站上级线 有 对不对 莱洁是不是站上级线 都是电源关来EC这几支 都站上级线 副顶 其实本来就是在级线的上方 对 喷出这一段 换手看我们就会再攻 鸿海集团 那这旗下当然很多啦 你看到像包括广宇 以盛健碳 这些都是嘛 就是在电动车这一次的 这个概念上 当中又有一些交集 是叠加两三个题材 当然是最受重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投信最近买的是乙胜 那我们看到万序 一样Type-C的题材 Type-C的题材 大家可能有一些 已经忘记了 这个东西其实在 在大概差不多 七到八天之前曾经涨过 那当时涨了第一段 领先大盘这张级线嘛 对不对 那我们当时也看到两尾 也看到万序 那你可以看到在礼拜三 又礼拜二的时候 礼拜二 再继续往上供了 那真顶 真顶KY 车用的PCB 红海集团家族当中 红海家族为什么会需要附顶 就是因为单子太多了 真的是需要附顶嘛 是吧 那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是切车用的 所以在PCB的部分 看真顶走的就是比较强 那你看一下真顶 是什么时候站上季线的 答案是两个月之前 所以你看他跟 同志一起站上季线的嘛 所以我们在持续跟各位讲 季线这个东西 它很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季线在这个地方 你刚刚站上的话 代表它是从什么 底部开始 那所谓的一季是代表什么呢 三个月 那你三个月回头往上 往后抓的话 是不是端午到中秋 对 所以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认为 13周里面 每周抓到一到两根掌停板 对不对 那其实你在翻倍 也不是一个梦想 好好把握这次的机会 是一年来首次的机会 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做进场 好的 那么就请大家 务必利用稍后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 餐饮资产免费的LINE帐号 那么这一次端午节的 这个特别的计划 名额有限 欢迎来电咨询 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进广告了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好物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 23年来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树菇软西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古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 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天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听众朋友 蔡英斯坦这次端午黄金钻石中的 第一档赴顶是涨停之后再创新高 那么第二档台雅也强攻了涨停板 东哥游艇也标出了三根涨停板 这么多的标股都在我们这次端午节的回馈活动里 那么慢一天就会少好几根涨停板 务必要好好的把握机会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ID是小老鼠 GOLD MONEY 168 小老鼠 GO LDM ONEY 168 或者是播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 66 8085 0800 66 8085 那么在端午节放假之前 抢下最后参与这个黄金钻石中的名额 把握第一时间的买点 今天播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 欢迎回到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全新的六月份 要涨的就是全新的股票 而且这个新股票会从底部起涨 那么请教老师 接下来还有哪些从底部要发动的个股 是大家可以来留意的 底是这样子 有一种股票它是这样子 就是它是已经跌了一年对吧 跌了一年当然跌不下去 这个叫底 还有一种就是说它其实没有跌 可是它横盘了一年 那我们也必须把它当成是底 那我用一个公寓的解释来讲是给各位听了 假设说你从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到五楼 那你从二楼到三楼的时候 照理来讲你站上三楼以后 你二楼天花板跟三楼天花地板是同一条线 对同一格是 那以股价来讲的话 就是同一个关卡 对不对 你二楼天花板跟 对二楼的人来讲 你是天花板嘛 对不对 但是对三楼的人来讲那是地板 所以如果说有一档股票 它横向着你在天花板上 已经一年它死都不下来 是 它再涨上去以后 对不起那也算底 因为你从二楼到三楼去了嘛 它就已经不是顶了 它变成底了 所以顶跟底是一线间 看你能不能够撑过那个多空转顺的那一刻 你看这一次有撑过多空转顺的那一刻 有谁 比方说有副顶吗 是 比方说有元泰 对不对 像嘉哲 这些都是最高位阶的股票 你像什么中砂对不对 对 它就是本来你看起来是顶啦 但是从二楼站上三楼以后 它下不来了 变成是一个新的底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 大概都是在解封概念股当中啦 因为这一次东哥游艇 本来很多人认为它是顶啦 结果它变成是新的底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上来拉了三根掌停 当然带动旅行社他们 你说这个什么三富啦 或说五福啦 对 凤凰啦 在这边短线上 当然会有一个期待跟高点 那当然这一次很多人可能会重新回到这个航空双雄说 这是不解封的概念 那这里的话可能稍微要跟各位讲一件事就是 从去年11月到现在为止也过了6个月去了 是 那么航空双雄这两档涨幅已经大概80几% 80几%了 所以说你在还没有解封的情况之下 你就已经先提前反应过了 所以未来来讲的话 解封有没有机会带动你再创新啊 或者是说你创新高的这个力道会不会打折 我觉得要看到时候营收真的出来啦 那这一点就是我们瞻前要顾后嘛 也不能说一位往前冲什么都看好 那也不算是分析的本质啊 就说你这一笔钱 300万有这么多选择 你应该先选谁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思考的核心嘛 是 有的是你买进去以后还涨或不动 甚至于会要等的 对不对 那有的是明明现在在这个时间丢席的 很有可能往上就是直接攻上去的 我们当然认为说 第一档刚刚转强站上自己线 那个当然机会相对来讲比较大一点嘛 是 那这个格局当中如果你符合在包括集团 比方说你说这个比方说这个 华兴好了 华兴立华家族对不对 那明明很里面很多电动车对不对 那有谁先打入特斯拉供应链 而且是最近的 那你可能就特别受到关照嘛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这个大家集团大家长 他就已经跟你讲说他要走这个电池上游的材料 那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动作跟布局 可能未来10年华兴就是要朝汽车发展 是 看这个玩法应该是要玩大的啦 那我们看到鸿海家族你看他也是往电动车要走 这个应该也是要玩大的 因为毕竟巴士跟汽车都开出来了是吧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我们说车盖股最重要啦 那车盖股的话还有一些股票 他不是那么的底 但是他的顶呢也有可能翻过去的 像什么前几天的那个德维 或说像这两天台办 经过整理了一段时间以后 这个你就要看那个投信到6月的时候 要不要最后发光了 因为这些股票投信报其实蛮久了 假设最后发光再把它拉出去的话 其实可以把5月份跟第一季的绩效 起死回生再搬回来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反正在这里的这个态度 还有就是说三代半导体 那过去的光磊也就现在台亚 在季线下方拉了第一根红棒了 那其实三代代半导体在跟地回新 在第三季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我认为应该是要把去年第四季的热门股 跌到现在为止 已经大概少掉四成了 重新低档接回来 这个就是我们跟各位讲 端午节之后我有新的股票了 那么这次端午节呢 到这个中秋节中间13周 是非常多的朋友 可以在这个地方好好把握的时间点 因为全球的局势 就是说第一个 你看现在美国6月只要暂缓了 9月只要暂缓的话 你6、7月就最后一次升了嘛 对啊 股票会领先去找那个底部 那这个时间点代表说 市场的气氛已经不再去反映 就是说资金紧缩这件事情 重点其实不是在于事件的本身 而是在于市场往哪个地方去解读啦 那股价既然是这样反映的话 这里就是起涨的低点 今年已经跌了足足5个月 接下来就是在这里 全国反攻的时刻 跟着我买进新股票 好的那么现在呢 有非常多的股票已经从底部起涨了 那么只要你有进场想要赚钱的心呢 都可以随时跟上老师的脚步 那么错过了富顶 东哥游庭或者是台牙的朋友 没关系 蔡英斯坦呢 还有下一打 那么趁着这一次端午节的回馈计划呢 要把握能够轻松这个参与标股的机会 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NITE 或者是拨通专线联络们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 摩尔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谢谢老师 祝各位超最快赚大钱 摩尔投顾110年 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新贵股票登陆条件较上市贵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 进广告咯 有机金管米新上市 毫无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 迎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副里 我们弃作了一片 23年来都栽种有机米的稻田 用树菇软锡上游全原灌溉 孕育出古力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管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中广亭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 蔡英斯坦这次端午黄金钻石栋的第一档赴顶 是涨停之后再创了先高 那么第二档台雅也强攻了涨停板 东哥游艇也标出了三根涨停板 这么多的标股都在我们这次端午节的回馈活动里 那么慢一天就会少好几根涨停板 务必要好好的把握机会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账号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播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那么在端午节放假之前 抢一下最后参与这个黄金钻石中的名额 把握第一时间的买点 今天播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哦